在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受冠病疫情的冲击最大 而疫情也凸显了数码化已经不是选项 而是企业在逆境中求存的关键 一起随本台驻马来西亚通讯员阿非法 了解马国政府如何推动当地数码经济的发展 尼娜·沙里尔经营的业务 主要是为想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意见领袖或网红的人提供培训 疫情迫使它将面对面授课改为线上模式 生意额却因此增长了两倍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马国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.5% 但这些企业的数码化进程却远远落后于大型企业 当地中小企业协会的问卷调查发现 在关闭疫情后转向数码化或电商平台 中小企业不到三成 当地研究机构则说 数码经济到了2025年 有望实现占国内生产总值25.5%的目标 经济时也指出 要推进商界的数码化进程 公共和私人领域需要做得更多